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 《拼經濟》 《反網報》 好,今節說說這個人兄 挺有名的 不過他的名字是聲明浪直過冥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人呢? 你知不知道他是混月兒嗎? 我不知道 張志恒 其實他媽媽是荷蘭人 我沒有記錯的 當然,他的組合 Boys 他的另一個組合的夥伴 關志斌 關志斌 因為人稱是小賓女 大家知道為什麼叫小賓女 亦都說他和張什麼 小賓女和張什麼可能有一段情 這個不重要的 是說知道他是什麼人 所以張志恒的感情是挺豐富的 當然了 負面的東西比正面的東西多很多很多 張志恒其實是在香港出生的 媽媽是荷蘭人 因為他的樣子是混血兒的樣子 所以人家就叫他大鬼的 大鬼的 不是打啪的 我們說他的感情生活 多數是負面的 但是比較正面的就是結婚 就是結婚 他現在應該叫前妻 前妻就叫文敏 文敏就不再是他老婆了 說回來 張志恒當然了 感情生活 大家都覺得他算混亂 之前也被人追債 之前也被人追債 跟洗腳師傅和老超一樣 都被人貼過街招 他用什麼藉口 他用什麼理由 他用什麼理由 人亡是非多 好像沒有什麼理由 他是不理 他的老婆 文敏 歐二汶 跟他奉子成婚 先後 就生了兩個兒子 以為他修心養性 因為張志恒的名字 其實真的不太好 就被譽為這個 叫做渣渣渣 不是渣渣灰 不是 是叫做 其實 將他比喻成為一個 叫做渣渣渣 都是差不多 更加有媒體叫他 香港世紀渣男 是世紀 我們引述的 是世紀 好像也挺大頂 當然不是高母 是不好的 是世紀 會不會挑戰得到 另一位 也是有恆字的位 那位也挺渣渣的 周X恆 對 那個好像更有動操 不過 他們兩個都有一個特點 是什麼呢 就是對於某些東西是上了隱的 哎呦 真是這麼多位習慣 我引述的 我引述的 引述的 張志恒 當然 他的前妻 現在應該叫前妻文品 真的對他不離不起 大家都以為 張志恒 已經是修心養性 努力賺錢養家 其實之前 Kenny 有做一些節目 也找了他 因為始終大家做這麼久的拍檔 Kenny的事業應該不錯 在內地也做得不錯 Kenny 關志斌 這個文文就是張志恒 Steven 叫他Steven 多點人認識他 Steven的前妻 昨天發了Instagram 就說 分開不代表完結 只是讓大家過更好的 今天 我們正式離婚了 我也真心祝福你能夠幸福 Steven 和文文的婚姻 都是兩年多課仔 不夠三年 因為2019年 2019年9月2日結婚 9月2日結婚 其實結婚之前 已經有一個兒子 就叫張天堡 上年6月更加有 另一個兒子 叫張天木 今次Steven 是被單方面宣佈離婚 單方面宣佈離婚 即是被離婚 有些人說他 因為暫時 都沒有什麼大反應 暫時沒有什麼大反應 那Steven究竟是什麼事 我想都沒有人知道 不過 Steven 會不會是因為 又犯錯呢? 會不會有人犯錯呢? 沒辦法 人家會這樣想 因為旺跡實在太差 太差了 太差了 你知道他被稱為 世紀渣男嗎? 其實這樣也不是很對的 因為他的弟弟 被校長歧視 當然這樣是不對的 絕對不可以的 因為說他 你爸爸好像 不太守規矩 不關小孩子的事 沒錯 禍不及妻兒 對嗎? 嗯 其實 這個Steven 上年十月份的時候 也說過 他突然之間在Instagram 發了一張照片 抱著他兒子 玩泡泡 透露自己的兒子 被校長歧視 他說 我真的很生氣 雖然我曾經犯過很多錯 大家原諒我 不要緊 但是為什麼 我兒子去報名 幼稚園都要被校長歧視呢? 難道我兒子就不配讀書嗎? 有一個這樣的爸爸 就不可以在社會上立足嗎?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說真的話 那個校長也不對 真的不對 因為他爸爸 不代表他是這樣的 這麼小的人 怎麼吃呢? 那張志恒也痛批 這間幼稚園口口聲聲說 自己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教育小朋友的機會 現在 因為他爸爸是張志恒 而不讓他兒子讀這間幼稚園 張志恒也說自己也懶得浪費時間 也不想說哪間幼稚園 把他留言慣閉了 其實也是好事 也是好事 張志恒也是一位美食家 他的新聞也挺厲害 台灣媒體也經常報 這樣嗎? 當然 這些只可以這麼說 醜事傳千里很容易 當然 很多媒體的想法 就是跟大眾有些相似 就是覺得 他們有首歌叫 人天生根本都不可意外 死身邊的一個 難道你罪咎刺激我 凡事也知道我 就是死性不改 死性不改是甚麼呢? 我們知道了 究竟是甚麼死性不改 我們看看 37歲的張志恒 出道19年 情勢相當豐富 身邊的女伴 換完一個又一個 不過幾乎每段情 都是以他和別人有染 當然 有些被原配發現 以他和別人有染作為結束 但我好像不太好 我也很佩服他的前妻文文 因為是難的 你要相信一個 往績比較厲害 是大家相忍好的人 需要一點勇氣 其實他都頂著很多壓力 沒錯 因為為了和他結婚前 跟另一位女性有些爭辯 沒錯 等等我們去說 其實Steven曾經在兄弟幫上說 自己17歲已經從男生變成男人 女方亦是不可愛的 他更加說一腳踏三船也試過 並且表示自己 我不需要假裝是聖人 我不會亂說自己是青頭仔 其實是挺帥的 不過因為他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 記得嗎? 他沒有工作 所以比較有中年男子的特徵 好像我這樣 少少佛福 不過這麼說 始終他混血兒 始終是挺帥的 高大帥 異性緣也很好 在中學的時候 已經是兼職做無特兒 2003年 和Kenny和關志斌 組成Voyce 那些歌曲 最初是一般 但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回顧一下 Steven的往跡 2001年 大家記得是黃勇嗎? 記得 不是那一個 不是神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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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冠A的前女友 因為人家也說 不知道是他自己飽 還是他自己說 還是冠A的說 黃勇 也挺美女 2001年 黃勇和Steven 在一起做model的期間 已經在同一個公司中 有感情 發展戀情 但是兩人只拍了一年就分手 女方更加大爆 Steven在拍拖期間 又是主動結識異性 即是比較喜歡 八心 所以才分手 另外2004年 傅佩嘉 唱《絕》的 傅佑孫 宣傳的孫 原來和Steven有一段請 Steven出道後第二年 就是和傅佩嘉發展姐弟戀 傅佩嘉大概六年 亦有人說 Steven最深於拍拖 忽略工作 所以公司將他雪藏 之後兩個人 玩地下情 但是2006年 即是兩年之後 又爆出一件事 就是Steven和女網友發一些短訊 短訊的內容 就是我們是不可以說的 而且如果分級數 應該是第三 第三 大家明白我在說什麼 這段情就沒有了 亦是不足三年貨 不足三年貨 好了 2006年 原來她傳短訊 當然內容比較 驚爆一點 沒錯 那個原來是女網友 就是F小姐 F小姐 跟她傳短訊 原來F小姐知道Steven有女朋友 但Steven仍然配女朋友 有時沒有那麼多時間 走開走埋 走開走埋 都是不時地邀請F小姐 去她家裡 聊聊心事 聊聊心事 不是的 是有動作發生的 而且也向對方發照片 那些照片當然 都是不可以公開的照片 讓大家明白 另外 2007年 就跟Sherman鍾舒曼 因為Sherman鍾舒曼 2007年 就簽約英王出道 加入公司沒多久 他就跟Steven號稱 日久生情 但是有傳 公司反對旗下藝人拍拖 所以經理人Manny 大家記得嗎? 霍文熙 就說 兩個人是好夥伴 不過是工作上的夥伴 工作上的搭檔 之後 Steven和Sherman鍾舒曼 低調處理感情 直到 2013年 Steven又是跟另一個 當時叫做 靈毛 Kiko 孫琦 又是跟他有染 後來 就跟鍾舒曼 又分開了 我們說回 剛才說的那位 孫琦 Kiko 當然了 自爆和Steven約會了幾次 Steven就去他家裡吃飯了 吃完飯之後 因為可能熱量高 所以發生動作 要運動 沒錯 運動 而且這位女士也說 第一次跟Steven的運動 就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的運動 第一次的運動 厲害 厲害 而Steven 死口否認 不要 我們兩個沒有在一起 而且 只是承認 跟對方站了一晚 大家明白 這麼壞 人家當你 當然 這是女方說的 你引述 女方就覺得是男女朋友 誰知道男方就覺得 我和你站了一晚而已 這麼說 哈哈 我相信女方 我相信女方 我也相信女方 他也自認 自己 第三隻腳 是經常喜歡踢來踢去 所以也是壞 他自認自己第三隻腳 很好動 很好動 所以你看到 這個Steven 有點像明星 有點差 管不住 管不住 第三隻腳 很冷 可能大腿筋 比較粗 另外 2013年 年尾 大家記得 之前和杜雲澤 有合作過的莊端儀 現在已經改了名 他剛剛生了一個小孩 恭喜他 看上去也是一個不錯的母親 2014年 Steven被拍到和莊端儀 在公園談心 真的談心 他居然大方承認喜歡對方 這次是挺好的 看上去 更加說 他是我的結婚對象 可惜 可惜 Steven被拍到 背著莊端儀 和富貴台妹 Doris 經常去約會 而此 有些事情發生 所以莊端儀 非常生氣 決定和Steven 斬攬 我們再說一下 2016年 真的一個接一個 剛才我們說過 富貴台妹Doris 就看到 Steven就到Doris的香歸 事後 當然 他也向兩位女士道歉 亦說 很後悔 非常非常後悔 承認自己在某方面 是有忍的 會接受治療 就說自己真的控制不了 我都說了 他第三隻腳 是很喜歡踢踢踢踢的 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OK 另外 我們看到 剛才說 2016年 2017年 有排數 有排數 不用怕 還有幾個 就是 梁浩欣 April 的戀情 公開 他公開也是好的 更加不時戴上 合照放閃 就是灑狗糧 但是 但是 原來 當時 靜癮 就是莊端兒 嗯 好像 梁浩欣 April 也是以 第三者的身份 介入了他們 好 另外 還有 還有 有一個叫 Amoon 這個我不太認識 Amoon 自爆 自己 也是 他就說 Steven 跟April 就是剛才那個 分手之後 跟自己開始 其間 他發現對方 第三隻腳 很喜歡到處去踢 真的很喜歡去踢 很活躍 很活躍 大腿筋很粗 所以 被他發現了 因為你經常活躍 到處去 始終 上得山 都是忠於虎的 對嗎 是 不過 對方真的很愛他 選擇了原諒他 之後他發現了 就是現在的前妻 文文的存在 而文文更加是 有了Steven的 兒子 不過 Steven 又是這麼說的 Steven 解釋 就說和文文 又是站了一晚 才有了兒子 哇 這麼壞 文文還用兒子 來逼迫他 哇 很壞 你這樣說 喂 大哥 牛不喝水 不禁得牛頭低 而且 你如果沒有一些 叫做措施的話 你知道肯定會 會多了一個人出來 是嗎 是的 最後 文文更加慨嘆 唉 為何可以同一時間 和這麼多人一起呢 他是 差不多是 組過羅志祥 時間管理大師的師父 是的 所以就叫他 世紀差男 19年當然 Steven就宣佈 成為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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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希望和文文可以平凡生活 還有 這幾年 Steven 因為 沒什麼事 所以很臭 當然 後來 因為他應該是 人緣都還不錯 所以 Kenny 是有照顧他的 他也有說過 有什麼job彈給他 但是 因為他是做model出身 如果他這麼臭 有一點難度 有一點難度 另外 Steven 剛才我們也說過 他也是欠債不還錢的人 哦 工作方面就有點難了 他曾經向多位藝人借錢 但是因為拖欠還款 而被其他藝人公開要求 還錢 好像他最好的朋友 就追不上了 就是Kenny 你追不上了 你跟他這麼好兄弟 還有另外一個 之前也有好朋友的 Yumiko 鄭希兒 也是借錢給他 但是沒辦法 追不上了 另外 馮家瑩更加在他Instagram 就說 張志恒 Steven 拖欠了他 借他的錢 已經超過半年了 一毫子都沒有還 之後 張志恒 就在Instagram 道歉 即社交媒體道歉 承認現在沒有收入 無力償還 欠款 但是 後來媒體 也爆料 說他原來 家裡有請外傭 租住的地方 也相當昂貴 張志恒回應 外傭是在欠人錢之前 他已經請了 那是否可以不要呢 租住的地段 是因為 老婆有三隻狗 由於 因為他住的是村屋 由於 那些公室 不可以養狗 所以只可以貴租去養狗 這樣說 無論如何 現在不知道他為何會和太太分開 希望Steven 雖然你第三隻腳很好動 但真心地說 也不太好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來到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